2023年近日,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预赛在杭州体中心游泳馆如火如荼的进行 中国队的精英选手们在各个项目中表现出色 成功晋级决赛,为争夺金牌做好了充分准备 女子50米自由泳预赛在女子50米自由泳预赛中 中国队的张雨菲表现抢眼 以出色的24秒50的成绩不仅获得小组第一 还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一举成为焦点 陈玉杰也不甘示弱 以25秒36的成绩获得了第三小组第一 成功晋级决赛 中国香港名将和师辈同样表现出色 他的24秒94的成绩让他顺利晋级 这三位选手将为中国争夺金牌而拼尽全力 男子50米蝶勇预赛在男子50米蝶勇预赛中 中国选手王长浩以23秒54的成绩获得了第五小组第三 成功晋级决赛 陈俊儿也表现出色 以23秒98的成绩获得了第三小组第三名 为争夺金牌做好了准备 不过,韩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中表现出色 以23秒39的成绩不仅获得了预赛同名 还打破了亚运会记录 成为值得一提的对手 女子200米蝶勇预赛 女子200米蝶勇预赛中 中国选手叶诗文展现了出色的实力 以2分27秒09的成绩取得了第三小组同名 为中国争惊加油助威 朱磊菊也表现出色 以2分31秒79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小组第二名 然而,韩国选手全世炫也游出了2分28秒78的成绩 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 男子200米蝶勇预赛在男子200米蝶勇预赛中 中国选手谭海洋和董志豪在第三小组的比赛中 轻松取得了小组前两名 成绩分别为2分11秒76和2分12秒52 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中国香港选手麦世廷 韩国选手曹成仔以及日本选手渡边一平紧随其后 为争夺金牌增加了悬念 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 在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 中国队以3分17秒17的成绩获得小组同名 展现出了出色的团队合作和实力 然而,另一小组的韩国队取得了3分16秒96的成绩 还在预赛同名 日本队也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这将是一场激烈的角逐 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 在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 中国队一路遥遥领先 最终以8分1秒02的成绩取得了小组同名 顺利晋级决赛 另一小组的日本队以8分4秒37的成绩获得小组同名 也将是中国队决赛的最大对手 总的来说,中国游泳队在杭州大运会游泳项目预赛中表现出色 选手们充满信心,为争夺金牌而努力奋斗 随着决赛的临近 我们期待着看到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们在池边展现出更加精彩的比赛 为观众带来惊喜和激动 让我们一同期待着这场泳台盛世的继续